清明时节 雨纷纷 路上行人 欲断魂 每年的这个时节 我们都会在心里 默默地 引诵这首著名的诗句 来表达我们 对故人的思念之情 去年的12月15日 北京杨淑突然病故 这个清明节 我们就来到了 位于白塔斯旁的 北京杨淑家 追思这位热爱 北京胡同文化的 和蔼可亲的老人 三连关注 一起听听北京崔姐和申淑 如何评价的 他那个等于这个时候 那会客厅 详书的一个 这个独战场 讲的还挺好 讲的特别好 然后他这个特色 我就感觉有底蕴 现在真的要再找一个这样的人 真的是不好找的 我就记得他当时讲那个北京八大富的时候 那娓娓道来 前往那就特别说 这这老爷子太厉害了 对 这句文字叫布苟言笑 布苟言笑 三天内说一句话 同时进场 69年4月1号 一起进场 我是当木匠 杨哥倒霉蛋了 给分的十条揉馒头 老高三了我就见 你实在在 你也在揉馒头 是吧 做实在 那时候当工人 采工人都画上揉馒头 那个这么困难 杨哥没少照顾 为什么他这么装 就在我揉馒头揉的 有事 这也不是揉馒头 还管打菜的 对 还管打菜 排着队 这么大饭活 你看我来吧 做一点 同时上下铺 夸起来一勺顶四个菜 没少得阎哥的福 但是他不太说 从来不说 也可能当时心里不太说 好了我记得我跟阎哥说 我说你 不冤 跟我比 咱同宿舍 叫汪洋 你知道人家爹干什么的吗 我们在一块住四年 我才知道人家 舰队司令的儿子 不知哪个海的舰队 东海南海舰队司令 人家当翻沙工 跟他同一个食堂的 一个老大姐 我说你跟你一块都搬到 那个年代当工人是自动特别的 这时候我蛮到人家的 后来还不错 工厂里 还有个好人在那儿 就把他调到 我们厂的动力车厅 当电工去了 现在你看见没有 我这四大件 那天开始有效果样 但还是管说话 九年以后我们都回程 大概他一位也是差不多 六九七九 大家回程 从此再没见到 要没这峰儿园院 我们还见不了面 在峰儿园院门口 他哪要我哪要 我们哪能 阳哥老弟 家门口坐会儿 我才知道他还住在这门 阳哥最好就 代表了 叫事情文化 美俗文化 这些 胡同文化 就是我说的 生于斯 长于斯 老于斯 再加上 哥的这个文化底润 这个东西他挺爱 真是爱 从心里爱 是 阳哥吃水 出彩 和 主观原因 科学观原因 最主要的是他 他热爱这个 背景文化 背景文化 他想把这个文化能给 传承下去 所以 小李给我报的信以后 我记得你问我 哥堂那个老于平还得讲 你再给我找 找几个这样的人 辅警楼啊 公门口文化 这个庙堂楼啊 施警楼啊 讲下去 讲的人少了 怀着感情讲的人更少了 更少 那我说了一句话 小李可能当时很沮丧 我说难 我就说这个难的吧 是吧 我说难 难 我说阳哥走了 阳哥是 民俗文化的百科全数 不为过 你说再找一个人来替阳哥 有没有 也许有 难 咱慢慢找 反正我是不行 精力不够 地韵不够 感情不够 我小的时候 你要让我回忆小的时候 60年前的 我的大院生活 我讲不出来 天鹏渔缸石楼树 我讲的 哎呦我的天 冷死了 花花的漏雨 晴了天就修房子 我讲这有意思吗 没意思 杨哥他也经历的是这些 但是他讲的出彩 那个北京文化 观音光大 嗯 这是咱们的主题 杨叔的愿望 一定会实现 北京胡同文化 我们要继续记录传播下去 愿杨叔的在天之灵 安好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